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港區國安法通過的第二天 英國方面兌現了他們在較早前所作出的承諾 正式落實BNO的平權 並且給予入籍英國的途徑 英國首相約翰遜今天出席國會答運會時提到 之前已經清楚地表明 一旦中方真的實施港區國安法時 英國將會向BNO護照持有人 提供新的途徑 讓他們享有有限的居留許可 並且能夠在英國居住和工作 從而可以在往後的日子申請成為英國公民 約翰遜說 這是他們正在做的事 他同時也批評 說中國政府實施港區國安法 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外相南韜文就補充 他就說 BNO護照持有人及其家屬 即是配偶 和18歲以下的子女 就可以在英國居留五年 期間准許工作和讀書 在住滿五年之後 相關人士就可以申請定居的身份 再住多一年 就可以正式申請成為英國公民 而且在申請人數方面 是沒有任何的上限 南韜文強調 英國會信守對香港人 以及對於 BNO護照持有人的承諾 南韜文同時又批評 說港區國安法 是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他已經小心檢視了 港區國安法的內容 並且計劃制定詳細的應對辦法 英國還會和國際的夥伴 一起共同應對 這對於BNO護照持有人來說是一個好的消息 當然也有部分人擔心 我根本沒有BNO護照 不打緊 因為在美國方面 已經同時推出了兩項法案 兩黨達成了共識 這兩項法案分別叫做 香港避風港法案 以及 就是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 這兩項法案 目的 就是為了幫助 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人 申請前往美國的政治庇護 到底有哪些人符合申請資格 根據香港避風港法案的初稿 裏面提及到 說香港居民如果因為他的政治見解 政治參與或者組織 而遭受到迫害 或者是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遭受到迫害 或者因為他的和平行動 而被正式起訴 拘留或者定罪 他以及他的配偶 子女 父母 都可以通過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 美國駐第三國的大使館 或者是美國在台協會 申請難民庇護 至於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 是甚麼呢 他主要是一堆很技術性的條文 補充和協助香港自由港法案的落實 這條法案列明了 將會為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 讓那些身處在美國的香港人 可以合法逗留 並且取得工作許可 亦會指定某些香港人 作為第二類優先難民 此外 為擁有指定高技術的香港人 提供特別的移民身份 最後就是 加快那些住在美國的香港人的綠卡申請 以上就是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案的重點 目前就在提案階段 未曾去審議 不過我相信 既然兩黨已經取得了一致共識 一旦排到期的話 很快都會通過 甚至乎我相信都會傳票通過 無論是在參議院還是眾議院 正如香港自治法案一樣 因為只要國會議員認為 某些法案具有迫切性 就可以提早來排期審議 而且一般在審議的過程中 都不會作出什麼阻撓 好了 故此 現在就算某些人 沒有BNO護照 美國都將會提供另一個途徑 來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去申請政治庇護 當然就要搞清楚本質 就是申請做難民 而不是申請去移民 所以就不能夠將兩者 運為一談 在網上我都看到不少消息 就說 其實有些人 如果他在較早之前的 示威活動當中 曾經被捕 或者已經踢保 也好 部份人 是不能夠出境 但是那些在網上參與討論的人 就沒有再進一步來講 究竟是手持著什麼 護照出不了 反正現在美國 將會 有一個機會 就是提供政治庇護 相信這班人 應該會受惠 另外在網上 還看到有些人去討論 到底應不應該去換領 BNO護照好呢 因為現在 在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之下 就不方便去外游 但是現在就不是說外游 而是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買多一重保險 既然你本身都有BNO的時候 你不用問的應該是要去換 難為那些沒有的人 還在這裡優秀 你有就絕對應該去換 也不需要論息那千多元 那些什麼申請費 或者是速遞費三百多元上限 特區政府派 都每人派一雞東西 是不是 你當撕少少出來 你當跌了也好 怎樣也好 這個是對自己有益處的東西 就算有些人 他從來都不覺得自己 是有任何的風險 你就當換一本護照 是不是 反正那些錢 特區政府都是會給你的 在那些樹葉撕少少出來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沽寒 不需要去問 好趕快去準備相關的文件和相片 寄過去英國 好過 因為現在英國的內政部 那個 Passport Office 已經擠壓著很多的申請 因為過去那兩三個月 又沒有費又諸如此類 搞到別人停滯了一段時間 現在就復工了 但是都擠壓了很多的申請未處理 現在寄到過去的時候 分分鐘 都要等三四個月才寄回頭 你再不申請的時候 你擠壓得越來越多 那就真是遲了 另外我就見到有些人在這裡慎了 說這個不算是BNO平權來的 因為都沒有直接把BNO轉為BC 那我就跟這些人說 喂 德赫好意就衰回首 是不是 本來你就算拿著BNO 去到英國 逗留半年 都要隔離扯 否則就是非法居留 但是 現在都已經取消了所有 資產審查 學歷審查 什麼審查都沒有 只是查你那本Passport 你去到住滿了日子 5加1 就已經可以入籍英國 我覺得還想怎樣才行 不能夠是太過多的要求 因為這件事本身 就不會有 如果不是發生了去年一年的事件 另外有些人又說 去到的話 可能消費很大 開支很大 因為不能夠領取 和享用任何福利 事實上根據之前 內政大臣彭代寧比 約翰遜那封信 就說明是不能夠享用福利 當然真正落實的情況是怎樣 就要看看那份內政部的文本才知道 因為現在只不過是約翰遜 在國會答辯的時候 他口頭來回覆那些國會議員 就說了一些情況出來 這些細節的東西 一定是要看回文本的 但是我覺得 就算是沒有福利 如果作為一個年輕的人 去到那邊如果是重新展開工作 各樣 絕對是可以捱得到過去 是不是 如果就算是那些新移民 一來香港 拿福利 申請公屋 你也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 他也要顧及當地人的感受 你不能夠 又讓你拿福利 又讓你直接轉做BC 這樣的時候 就會吸引到很多 住米友走過去 我相信當地人也不會喜歡 當英國政府要推出一項 都幾具爭議性的政策的時候 一定是會有些平衡的 我就覺得 五年時間 如果打算在當地落地生根 絕對是值得的 除非你打算 都只不過是去 打個洞又回來的話 那不如索性米鬼去吧 如果風險又不是那麼高 就繼續留在香港 無謂去指責別人 另外我又覺得 又不應該指責那些選擇離開的人 老實說 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今天都不知道明天是 我覺得有些人選擇在國賓前程 沒有什麼好批評 沒有什麼好指責 你不應該要求所有人 一定要 全部留在香港 就為之好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遲些情況 可能會惡劣到一個什麼地步 又或者 他選擇走了的時候 是他有損失都未定 大家看九七之後 有很多人 移民了都選擇回流 當然現在回流回來的 有很多是走回頭 才看到這樣的險境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說不定的 這個世界叫做什麼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這些東西沒得好說 每一個人就為自己的前程負責 故此我都覺得 再在民間有這些 互相指責 都是相當無謂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